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了一家私募独权的企业IPO的时候 一些定价 接下来我们还要讲什么套现 一般来说公司上次完之后 我们还必须遵守很多的后续规定 比如说对我们私募的信心来说 我们最关心的是普通持股的限制 这里我们给你讲几个 我们中国和国际技术市场有点先的规定 一个叫Lockup Period 英文叫Lockup 锁定期 锁定期 我们叫精致抛锁期 也可以这样叫 Lockup Period 通常指的是多长 像国外的海外资本市场 像海外的一般正常来说 除非资源锁定 比如大国公资源锁定三年 这个有的 像优酷就资源锁定三年 那么正常的普通的投资者 办了说180天以后就可以开始卖个票 所以你如果没有在IPO的时候卖掉 你也可以在IPO之后180天卖掉 当然还有很多公司会在IPO之前 通过私人交易所 国外是有 private exchange 这样的东西中国没有 可以私底下去转账了 那么中国大陆的A股IPO王 甚至神州太越的时候 我们就当时资源锁定 投资人民网上自动资源锁定42个月 这非常多 那么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你愿意当小飞就是持股小的比 你锁定12个月 还是愿意当大飞锁定三年 我们之前告诉大家 公司经常上市满一年 这个疫情还可以 上市满两年就不行 满三年就基本上就挂了 我们中国公司经常存在财务交通问题 所以中国大陆的基金面移当小飞 也就是锁12个月 这就注定了中国PREIPO的统治 中国做私人交通的公司 在同一家公司里面 不会下太大的注 不会下太大的注 因为一面靠背 对吧 所以我记得创了版 第一批上市公司 大概是100多家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冲击 平均每家上市公司里面 每一家私人交通的资金额 也就是大概1700亿元币左右 这对结金实际上 起不到任何改善作用 基本上就是给大家送风生 这是一点 另外一个的话是什么呢 是这个5%的报告制度 我们的这个党 每次真实或者减持 越过5%或它的倍数 都要举台 都要举台 如果不举台就违规 如果不举台就违规 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 第一家出现这个违规的事件 是保安严重事件 这个保安严重事件 这个是深圳保安公司 去收购上海严重的时候 他呢 他可能是怎样 整成这样说 我们正常5%就要举台 对吧 他真实到5% 比如说4.9% 然后再找一家 4.9% 然后再找一家 比如说4.9% 那是不是3加呢 没有6个5% 实际上3加是一次行动的人 然后再一次宣布 说哎 我们已经是不超过0.15% 那这样小时候会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是一次行动 那你们 你们这是一伙 你们的这个部分 可以要加钱一起算 一起算 当然最终结果 还是保安法 也能够吞并了 就是如果1994人 一直都出过第一个 整并不完 后来大家就知道 没问题上 只能一提是保安的 当时的这个 主要当时 也是我们被他支撑利用 现在也叫做私募保险 也是我们深圳很著名的 是五全公司这个 收合资本的老总 我们中国企业在海外 范范范范盾 所以我们每个五分都要注意 越过5% 或低于5% 不管你向下 还是向下穿越5% 或他的总数位 你都要去向监控这个去报告 还有一个是强势收购义务 这个双卫历史上出过这个项目 怎么样强势收购义务呢 当你持有一家公司 30%以上的股份的时候 你每次真持这家公司的股份 你都有一路 你把公司所有股份的股份全部买下来 那我们私募保险心意的是 出于个别的情况 可能会增持我们公司的股份 但我们并不是想办理 整个公司买下来 然后退市的 我们还是希望将来一个靠线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觉得申请 豁免这个抢势收购义务 那么双卫 我们之前介绍过这个 双卫的这个双卫 双卫发产市的经验相识 但是他共同公司是在海外上市的经验 但是叫万中国际 那么当双卫的第一大股东 由香港的尤特克斯下 就是领规 变成了这个万中国际 也就是实际上是有双卫管理厂 在控制的时候 并没有报告给中国政监委 中国政筑委 中国政筑委在事后的这个事情之后 还强制双卫执行弥法 强制收购义务 双卫 当时海外控制公司宣布 要在双A股市场上 然后向所有股东发行 权利要求收购 任何人想把股东卖给他 都可以按照约定的价格卖给他 然后如果真都卖给他 双卫就退市了 那实际上大家都觉得 退市不是一个好主题 所以就大家能明白 那么这一关已经过去了 但是呢 双卫这个律师确实摆了一幕 不知道是中国有这个强制收购义务 实际上海外也有 所以我们股东赤股不能下班 完了之后 除了这个赤股限制之后 还有什么呢 新批 我们在2001年之后 中国的这个企业IPO 中国企业上述之后 大概只有半年报 可能一报 2001年以后 我们就寄报来报道 还有一些零食公告 比如说吧 举个例子 企业的股票 你是涨停三天 那你有公告 对吧 谁人性跌停三天 你也有公告 那时候没有任何原因 公司就跌停三天 但你也有公告 你要停牌 我们原来有这么一个笑话 这是90年代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不太等 这个市场的时候 出口的一个笑话 我说那家商商企企业 有IPO的 然后圈了钱回来 然后也不发年报 也不发细报 然后交易所问的 那些也不回他 然后他们在台湾 他自己就愣了 有见过那种那种 二郎子 没见过像山东家公司 这么愣的 然后就开始告他的券商 我们说了 美国出事的话 我们主要告中介机构 券商就是会计券 对吧 然后券商就跑到山东家公司 为什么您呢 不批诺年报 也不批诺细报呢 山东家公司很实在 他就讲了一句 那我印象很简单的 我说 咱俩当时不会商量好 我们一起去美国捐钱 捐完钱你一半 我一半 这不两清了吗 还有什么事儿 他想的是 我们俩一起做个局 去美国骗钱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分账完毕了 这下已经结了 这个骗局已经结束了 你看我干嘛 我们中国早期的公司好多权 还有上市真是 真是谁的 当然现在没那么小 我们中国公司有没有到海外 去偏钱利用 但是这个现在竞争很少 竞争很少 现在没那么小 我们来看看社会举举的优惠性 这是我之前说过 我们中国公司都能不能上市 海外公司能不能退市 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2001年 我们中国市场比较火爆的时候 海内外的主要市场 上市跟退市 你看一下 巴斯达克上170几家 退多少287家 刘教授上189家 退201家 你看身教授上243家 退0家 也就是中国企业 都在缺资的 海外的公司为什么一直忙碌退市呢 主要因为上市监管太严格 上市的维持身份太高 每年我给交手交付出的钱 是不是 交手也是赚钱的 也是收钱的 还有一个的话 上市我们要维持这个信息址 精神其实也很多 还不会退市 所以我们中国有些公司 在海外价格不是特别影响 我们举个例子 像分众传媒7天点搜酒店 还有包括许律图那个巨人游戏 巨人网络 那么这些都选择退市 包括在香港上市 在二礼拜八也退市了 为什么呢 不好玩 不好玩是退的 海外市场容易闪 容易退 在中国的话 上了能力 退就没那么好 退的话呢 其实还不愿意退 正常来说我们公司 或即便是直线运动 还可以当壳 那壳还能卖10个亿呢 低的时候 最低的时候 卖两个亿呢 现在10个亿呢 我也能买的 难道像新三板 这样随便上的地方 都出现过买客的事情 所以中国啊 其实企业融资通道特别狭窄 那么上市 是一个银行车的这个中道 当然也希望企业退市了 这是我们中国 目前的一个特色 中国的企业退市了 一般都退到 退到 退到 就新三板 所以新三板 所以新三板 其实没有像大家想要那么好 有好也有缓 但是呢 可能坏了 这个一般的企业居数 那么我们四目股权 在挑战之前的收益会怎么样 这是美国的这个统计 当然我个人也做过一些学术的分析 我们发现在企业IPO完之后 正常的这个平均收益啊 还会有一个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涨 在一年之内 也就是说 你上市当时IPO怎么办 台湖我们以国锁定机 因为锁定机完之后 你才能拿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价 那在中国大陆的话 这个比例可能还更高一些 中国大陆的我们是正分析表明啊 不管是两千人以前 两百来两千人以后的样子 我们大陆的公司IPO 只有一年 最起码还能维持不错的业绩 那么公司的股票价格 整体是涨幅 整体是涨幅 当然也有很个别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大家挑一支股票 来看一下啊 这家公司是什么问题 这家公司叫ST 这家公司呢 这家公司呢 停牌呢 谁来的停牌 我们可以看到全部的价格 我们可以看一下 经常我们讲 讲一个潮流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消化 这样子 那问君呢 有几个手的差四呢 常中持有 为什么呢 中持有48块钱IPO 最低的时候是各位 然后这样是90块钱IPO 最低的价格 应该是大概有几款 三款 对不起 一位设限市场才会造成 像这样的一个难度比较少 这家公司呢 实际上如果三块钱 他的这个 私募五权的股东 你套钱了 还是赚不钱的 他两个大的私募股东 一个成就是 一毛巴 一个成就是五毛 现在还赚不钱 还赚不钱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私募五权金 一般是什么套钱 我们通过这样的交易 一个叫buck trade 大风交易 buck trade是怎么做的呢 当交易我们发现大概是 它的折扣大概是百分之五左右 百分之五左右 它的意思是 我们卖补票 作为私募五权金 我们有公司大半的股份 大体的股份 如果我们一股一股的卖 一股小金肯定 会有一番稀奇披露的一定 比如说 我们恰好在公司 发表重要的公告之前 一个月内 卖股票 那么这时候 我们的收益不险 有些优算用的交易 一塞推理 你都不贫 那我们怎么卖呢 一般是 我们把这个股票 全部一次性的大折 比如打个追问 折求四者 卖个成的证券公司 证券公司干什么呢 证券公司跟公司 就不是有关键交易 证券公司在一股一股的 按照市场实际去卖 那这样的话 我们都是靠下 那么典型国外的这个交易 都是这样的 就这样的 一般来说大股 我们靠下会通过这个 大宗交易 那么大宗交易 应该是普通产物 见不到的 它是另外一个交易系统 其实我们交易系统 交易系统有另外一个系统 我们通过大宗交易系统 把我们的股份 卖给一个机构 通常就是券场 或多个券场 然后我们工程升退 那么剩下的股份 就券场自己去处理 那么戴威肯定想问 老师 木头管退 最后一步 你总结一下说 中国私募五权基金 这些年的收益 比老外好还是快呢 我们统计过大概就是 2007年以后 到2013年吧 14年 我们中国的私募五权基金 整体业绩要远远好过 美国欧洲的天堂 因为中国基金 根本还在高速发展 而且我们 尽管说私募五权基金 现在已经泛滥了 但是呢优秀的成功企业 还就是说 我们靠前的企业 还是相对比较比 还要多不少 我们说过 2017年以后 中国的企业 其实上市的 这些数量占到全世界的 总数的将近一半 那么这中间呢 又有一半 就是全世界的 两个大数字 是中国私募五权基金 所投资的这些企业 那么像阿里巴巴这一段 就创造了非常大的收入 那么还有像这个 公文行 建行 这些早年 这一套品 这里更长是27年的成位 很多企业都创造了很高的收益 所以 那中国私募五权基金呢 它的这个收益 要高得很高得很高得很高 那么国外 但是他们已经积累了 非常丰富的经验 他们的这个中期性 已经控制得很高 像汇石啊 像凯德一样 像KK啊 他们的经验很丰富 所以长期来看他们的业绩 还是要有保证 而我们中国 过了这段黄金时期 是我们中国私募五权的业绩 都会维系 这才是我们中国 做私募五权的基金 经理所要关心的事情 那么我们经常讲 善战的 我们赫赫之功 我们过去 这些年里面 叱咤风鸣的这些基金 比如说像酒银 像中国招商啊 这些爆发出的这些公司 能不能在以后的这个竞争力 也维持住自己的优势呢 目前来看来 真的是比较难的代理 倒是一些牢牌的 没有特别显赫业绩 就很稳大的一些公司 像宏益啊 李辉啊 赛夫啊 他们的竞争力 实际就是有一次的 还有一部分就是做创伙的 美国人 也分离美国人 都是中国人 中国回来的海味 创业的这些公司 也开始形成出它竞争力 而且年轻化 非常明显 这是我们比较欣喜的一点 我们坚定的相信 在未来的10到20年里面 我们中国的思路 也能有一个 非常好的 发展的这个时机 本不体现在 像之前 IPO大爆发 这样一个很难得的历史 十年远短的 一定的这样的时机 但是我们中国经济 长期有点的发展 比较为我们思路 带来非常好 非常丰厚的回报 那么中国思路 好像叶先生早就成了 我们投资数可能 有不可缺少的一个环境 我相信你们再过时 能看这个视频 还是你们觉得 思路安全是一种 常规配置 我也希望说 我之前在课程里面 这么我们七十段的视频 里面所做的一些预言 能够在经过几篇里面 得到验证 那时候我就被各省 你看当年我就说过这话 好吧 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汇通商学院的其他课程 我们将会持续的推出 更多更好的公开课 来服务我们中国的投资者 我们中国的企业家 还有我们的学生 谢谢大家 欢迎收看